大家好,這是凱尼老師 今天是美國星期六的週末 然後這個禮拜的週末呢 其實是一個很長的週末 因為週六、週日還有週一 都是我們一個三天的假期 也就是勞動節好不好 那今天呢,老師非常開心可以透過我的好朋友的邀請呢 騎車去加拿大的溫哥華 跟我們當地的一些車友見面 然後呢,這一次呢 我們溫哥華的車友也非常大方呢 幫我們安排了一些活動 那這一次呢,老師騎的是我的小綠 有沒有看到非常騷爆的一台摩托車 現在就跟著老師一起往加拿大的溫哥華走 Let's go 好啦,終於上路了 老師真的是第一次騎著我的小綠呢 要出遠門 不過呢,現在呢 老師呢,平常都騎這個i-Fi 也就是我們西岸這邊的高速公路 我平常都是往南騎 但是這一次呢,是直接往北騎 一直往北 就是直接到了我們加拿大跟美國的邊界 好不好 來,這是我們的李醫師 再來是我們的Tony 的GT 那最後呢,這一台就是我們的 Otoro 也就是改非常大的一台GT 非常非常帥氣 老師有機會再跟你們好好介紹一下 好啦,現在騎了好一陣子 我們終於到了 美國跟加拿大的邊界 然後呢,我們李醫師呢 他其實有教導我們一個 快速的排隊的方式 然後呢,這也是老師呢 第一次呢,騎摩托車 過美國跟加拿大的邊界 非常有趣的一個經驗 好啦,那現在呢 我們呢,一群人呢 就直接要過邊界 祝老師順利 來來來 好啦,我們現在已經進來了加拿大 然後呢,我們現在是朝著溫哥華這個城市這起去 在路上你看 哇,有一個很漂亮的這個橋 有沒有整體的造型 非常的特別 老師呢,不太清楚這個橋到底叫什麼名字 所以呢,同學們 如果有看到老師呢 這一個畫面呢 請你們在影片下面呢 留言跟老師講一下 好啦,我們現在人已經到了加拿大的溫哥華 也就是我們今天第一個停車聚會的地方 叫做High Road Vancouver 剛好遇到粉絲 老師叫什麼名字 我叫張,姓張 讓他們知道 還有一個,你叫什麼名字 Cody Cody baby 而且他也騎堡派對 對不對 非常非常帥 而且聽說是因為看我的視頻 對啊 被我害的 對啊 好啦,在此再次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今天來到現場的 由我們Tony的GT 然後一位這個當地的車友的Bipostle 我們李醫師的1000S 我們Otoro的GT 改得非常厲害的一台GT 然後呢 我們的這個Jacky的MH911 他的Paul Smart 還有老師的小綠 燒死了對不對 我們這邊有女粉絲 對 然後呢 完全沒有經過我的同意 直接坐在我的車上面 好不好 沒有,開玩笑 好的,現在呢 我們剛吃飽他們今天準備的漢堡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High Road Vancouver 這間店裡面 到底有什麼樣的東西 好不好 其實講到這間店呢 它裡面基本上 就是Ducati 還有B&W的複合式的經銷商 那麼呢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Ducati 這邊有什麼車款 來 首先就是老師 不久才介紹的 Canigali V4R 這台車子 老師呢 之前有跟你們介紹 所以呢 如果想要看這台車子的 詳細的一些介紹 記得去老師影片上面的連結 那當然這邊還有一個959的Corsa 對不對 除此之外呢 其實還有老師真的超想要的 HyperMotar 950 這台車子其實我個人非常非常的喜歡 然後呢 也在等說看到時候 Street Fighter呢 有沒有比較讓我心動 如果是的話 我就簽Street Fighter 就沒有簽這一台 那再來我們繼續看下去 其實呢 這邊有一台V4 Corsa 這台車子也非常非常漂亮 我個人也覺得這個的塗裝 非常好看 所以呢 希望呢 有機會也可以跟你們介紹一下 這台的道理 是我的名字 那我們現在呢 就直接來去不一樣的景點 看一下 好了 現在呢 我們呢 這個加拿大的朋友 帶我們來 他們這邊有一個叫做 Cypress Mountain 這個地方呢 其實呢 如果天氣足夠冷的話 可以在這邊滑雪 不過這個地方 你看地上 全部 都是 很多人在這邊 Burn out 也就是燒胎 有沒有 那這個地方呢 聽說 也是一個 他們就是燒胎啊 做一些很瘋狂的這種開車的勝地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再次來看一下 裡面有什麼樣的車子 好不好 來 這一次呢 幫助我們喔 就是協調這一次的車聚 就是我們的 Jacky 哈囉哈囉 Jacky 很少在我的這個裡面有台灣人對不對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人在哪裡 我們在溫哥華 這個叫Cypress山上 OK Cypress山對不對 好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今天現場有誰啊 你們的車友有誰 我們的車友啊 我們有那個Ducati Vancouver Ducati Vancouver的會長 Mr.President Look here Look at him Look at him 呵呵呵呵 今天主要是做經典的Focus 對 對 經典的車 今天就是有把那個 Pole Smart騎出來 對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MH911 對 兩台都是你的車 非常的帥氣 他們說要當帥哥 這兩台一定都要有 結果我兩台都沒有 哈哈哈 所以真的是很帥齁 好啦 原則上呢 Panegali Monster 然後那個 Posmart 老師的Monoposto MH 然後呢 我們Cody的1199S 還有我們李醫師的1000S 我們那個 Otoro的很漂亮的GT Otoro,What's up? Look at you How are you folks? 欸 看 好漂亮的一個景 這個景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漂亮 好啦 那等一下呢 我們要繼續的騎呢 騎去市區 現在就跟著老師走 走吧 對 我臉非常的臭 為什麼 因為你看 好色的摩托車 壞了 我們剛剛騎到山上面很棒 一切都很美好 然後我也覺得說 哇這一次來加拿大可以 就是改變我對加拿大的感覺 因為每次來加拿大都會有事情 就是很奇怪的事情發生 然後呢 今天來本來一切美好 想說可以改變我對加拿大的感覺 結果 壞了 現在不知道怎麼辦 那車友也非常的相挺 他們現在就是幫我請了這個拖車的 來把車子拖走 謝謝這些人 GOODBYE TO CANADA FOREVER 我真的要跟加拿大說再見 每次來這邊都會有一些狀況 幹你娘就不爽了 好啦現在呢拖車來了 然後呢 我們加拿大的會長非常的慷慨 一直在這邊幫我們 每次來加拿大都會有這個狀況 然後呢 就是有一些drama 你看現在拖車已經來了 那原則上很奇妙 老師現在只想 我以後都不來了 以後不來加拿大了 真的每一次來都有一些小狀況 那今天這個狀況其實還好 就是沒有人受傷還是怎麼樣 但是就是說 車子突然這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整台車子非常的正常 非常的好 也保養的非常好 那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這樣子 真的是非常感謝這一次 我們加拿大的這些車友呢 非常有情意相挺 在那邊幫老師把這個車子處理好 然後再加上我們自己西亞圖的車友 剛好也有一些資源可以直接 明天我們要回去的時候 順便把它載回去 那原則上呢 遇到這種事情真的是 Full of drama man This is bullshit 好啦這次看你老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跟你講